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大家听众一向认识到袁医生 认识到我们的健康中心 袁医生一直致力于推广和教育给大家 如何使用一些自然的方法去提升健康 所以在我们以往的集数里面 袁医生都会将他看到或者看到一些新的资讯的时候 都会和大家在这个空间之间做分享 最近袁医生也手留了一本日本医学翻译的书 叫做《90%的药都不能吃》 这本书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上架了 可以买的了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听众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要去看这本书 以及关于这个作者的肛本御医师的资料 好吗 我们过去看到一些好的书 那些东西都做中文 已经不多了 但原来很多好的书 关于医疗问题的书 都是很多日本作者 记得我们过去 曾经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药都不能吃了吗?》 这是日本亚马逊书的五星级书 我都用了很多集 基本上把那本书的内容都和大家分享了 结果那本书就断了板 以前我都是叫别人有读能力的 都尽量去学多些 因为始终医疗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观念 是导致很多健康的问题 这些观念慢慢要改不容易 因为一般的主流传媒 大家都没什么机会学到 一般的学校的环境 都未必能学到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很多时候要靠我们自己 额外自己买书看 了解多些 听我们的电台节目 当然我们这类的节目 其实在外国有很多 今天也有很多 大家要尽量吸收 有机会多些 好了 当那本书《药都不能吃了妈》 断了板 我就不断留意 有没有更加相似的书 结果被我发现了这本书 叫做《90%的药都不能吃》 这本书和上一本书 有很不同的地方 上一本书的作者 其实是一个从事媒体的人 他做很多关于环保方面 基本上他是一个研究环保 研究治疗的人 但这次这位作者 本身是一位医生 也是一位很出名的医学教授 他是一个权威的医学名医 这本书教你 打造一辈子不必吃药的身体 好了 江本的医生 是日本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名师 Neurosurgeon 是脑神经的 不业于大阪大学医学部的研究所 不业之后 长期进行以癌症为主的临床研究之后 发现现今的医疗观点和做法 都已经走到极限了 于是他辞去临床医生的职位 之后自己成立了一个诊所 叫医一诊所 这个诊所应该在日本还在 主要是提供 癌症慢性疾病的医疗和咨询 好了 我记得 我也见过有一份资料 就是说这位医生写的 其实癌症最可怕的不是癌症 而是癌症治疗 是最可怕的 我记得那份资料说 其实大部分病人 90%的癌症 医和不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他鼓励人不要太紧张 博明花很多钱去医 结果都是一样的 即是寿命都差不多 反而在治疗过程里 很多治疗的手法 化疗、开刀、电疗 其实都很伤身体 所以他说癌症可怕之处 不是癌的本身 而是治疗的过程是更加可怕的 既然90%的癌症 你搞不搞得一样 通常人就不要搞了 省钱 把钱包在自己享受下 这份诊所里面 我经常叫病人看 送这份简单的简单 因为我们在诊所里面 真的有很多癌症病 始终来找我们的 多数都是美期 没有什么人搞得到 或者他深信 也有了解到 癌症一般西医治疗方面 效果不太好 也是很相残 所以在诊所里面 我们都超过很多癌症病人 这位医生写了很多书 其中就是这一本 他在自己的诊所里面 一直推广不吃药的生活 看诊都尽量不用开药 不单是治疗很多病人 也有很多药物上瘾的人 重新开始健康的生活 同时勇于挺身 揭开医生医师 政府和药厂形成的共生关系 并长期灌输民众药 多吃无害的错误观点 这又是日本著名的良心医师 所以他写的书是很多 其中早期的一本书 叫做90%病都自己会好 这是第一本 第二也是入90%病自己会好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 这几本书 好像我们的健康店都有 好像医生不会告诉你 这本书 我早期也有推荐 还有人有本书 90%医生都误解癌症 你记住 他是有40年经验 癌症方面的临床经验 他不是普通的西医 不是普通的医学教授 他是一个脑外科手术的名医 他也是有40年处理癌症的经验 所以他就说 90%的误解癌症 他就用他自己的丰富的诊字经验 告诉一些读者 调整生活饮食习惯 就能大幅改善身体 提高免疫力 和为所提倡的观念和做法 受到读者的相当的肯定和推崇 不单只是一个名医 亦是一个畅销的作者 香港很多有关健康的书 翻译的书都是由这位医生写的 这本书就是 我先跟大家介绍 简单的罪写的资料 他说最好的医生是不开药 如果一次开到五种以上的医生 就要小心 你可能遇到蒙古大夫 不知道为什么叫蒙古大夫 可能遇到妈妈死的医生 他说最好的是身体是不吃药 吃得越多 小心你的治愈力就会越低 就更容易生病了 他说每年美国有10万人 没有病没有痛的人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死 是死 高居于死亡排名 绑的第四名 从今次开始 让大家避免这种风险 这个研究是说药物的副作用 导致死亡排第四 但我和大家以前也介绍了一本书 就是说另外一个研究 在美国西医所做的药物的副作用 正确应用的情况下 死亡排第一 不是第四 是差不多8万6千7千多人 80多万人死在这些药物 不是10万多 所以成为第一大的杀手 现在现代的人太依赖药物 痛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去吃止痛药 腸胃不舒服就吞服一些腸胃药物 感冒的时候急急去看医生拿药 不要说很多人是在长期吃药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因为失眠或抑郁症痛苦的病 这些都是长期吃药的人 现在江本宇医生要大声警告 90%也不能吃药物 因为药物等于毒物 很多药物是暂时输解症状 其实本身不能治病 长期吃药物只会让身体越来越糟糕 降血压药是可以降低罗患心肌紧的机率 整体来说反而是提高死亡的机率 因为血液循环变药 然后养分吸收和废物排斥就会停顿 所以吃这些降血压药的人 其实其他死亡率更高 长期吃安眠药 负责免疫的淋巴琴球 等于一起处于烂醉如泥的状态 结果寿命会减少 长期吃药的人都是这样 但是明明身体有病痛不舒服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本医生提及了说给大家 他说 可以不再需要药物的运动方法 比如30次的深呼吸 不需要药物的饮食法 例如一周一次不吃午餐 很简单而已 日词而已 吃小餐而已 这个很少 那不再需要药物的睡眠法 例如安眠方法是用小腿按摩 我们中国人都很流行 触步触步按摩 很多时候做腿部按摩 睡前做这个 不再需要药物的减压处理法 可以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就能够变成健康了 打造不需要食药的身体 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 恢复原本的状态 而身体原本具有的治愈能力 其实这个就是你最好的医生 在他的序里面 他就这样说 打造健康长寿身体的最大的秘诀 是怎样呢? 很多时候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听听每个人的答案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是属于健康长寿型的人 还是不健康短命的人 他说如果你答我马上吃药 那他人要特别小心 因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试图依赖药物的人 健康长寿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呢? 原因很单纯 因为药物不单会伤害你的健康 更加不会增进你的健康 他说打造不依赖药物的身体 不需要药物的身体 才是健康长寿的最大的重点 不需要药物的身体 他说是免疫力自我治愈力强的身体 只要能够打造了这样的身体 正在食欲的人 就可以立刻和药物似似似似似似似 而没有食欲的人 我用一辈子都会度过药物无缘的人生 他曾经定期做访老人之家 在那时他深深感觉到长寿的人 本来是用光换发而健康的人之中 没有一个是大量服食药物的 相反 开口迈口都说身体不舒服 面色不好 明明不健康的人 出乎医药之外 都是为了后半指健康而吃了大量的药物 但他就用错了方法 一点点不舒服 就立刻去拿强力的药物 可能越吃越强的药物 就是肤能越来越重的药物 他说 我开门见生说 长寿的人不是因为身体强壮才能长寿 是因为他只用最低限度的药物才能长寿 吃小药的人是长寿的 不是身体健康的人 很简单的 相反地很多案例里面 都因为过度服用超乎必要的药物 而导致健康的寿命缩减了 但是吃药真的能够令不舒服的状态 突然消失 但是 即使药物能够消失了眼前的症状 但是总结果来说 还是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药物也会这样的 所以妨碍身体原本的力量 就是药物的最恐怖的地方 正因如此 打造不需要药物的身体 就是说 免疫力强的身体 才是健康长寿的不可刮决 那本书说 除了把实际的停药方法介绍 可以在病人吃药 以及收藏了自我提升免疫力的简单方法 在这本书里跟大家介绍 内容不是很艰辛 大家也不用很难明白 不用用双大脑 例如指甲按摩两分钟 这种方法可以简单令到读者觉得惊讶 这只不过是提高免疫力最散时的方法之一 因为指尖匯集了自律神经的很多位置 只要指尖这个位置 就可以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 自行频提升免疫力 慢慢将这种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变成习惯 就是打造一辈子不需要药物的身体 就是健康长寿的身体最大的秘诀了 让你一定要持续增加身体 本身具有的免疫力 这本书是简单的内容 其实主要是透过一位这么有临床经验 針对癌症方面的临床经验的一个日本医生 将他自己搜集到 在观察到的情况之下 就写成了这本书 90%的药都不能吃 希望听众听了之后 有兴趣的就快点上来 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购买这本书 正如刚才在罪上提过 两分钟的指甲按摩 就能够提升免疫系统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直有跟随我们的治疗法御理 袁医生都是如何提供这些方法 让大家除了有问题的时候处理 其实应该无时无刻将我们的健康 自身免疫系统的能力 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才能达到我们健康快乐的生活 所以这本书也提供了很多方法 在我的诊证过程中 我经常要和病人解释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我经常都会问他们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呢 当然我这样问 他好像很简单问题 可能很深刻 他都想不到 但大部分都说 即是想不到答案 我要提一提 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们是怎样吃东西 吃奶 喝人奶 奶是什么呢 是食物 即是我们身体里面 每一个成分 血液、细胞、气罐 其实是什么做呢 是食物的营养造 所以有一种说法 医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就是这样的简单 通常我会欺负自己 坐椅子的桌子 这是木造的桌子 这桌子坏了之后 我用什么材料弄好它呢 当然想到是用木 所以我解释 既然身体100%是食物做出来的 所以维修身体 当然最重要是用木头 用食物 好了 我再问 这方面大家清晰了 明白了 一般人 当他有病 有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会去看医生 一般我们认识的西医 我叫做对抗性医疗 香港一般常见的西医 他用什么呢 他用什么药物 他用什么药物 是用一些专利的药物 记得 是专利的药物 是patent的drug 好了 大家要了解 要成为专利的药物 它一定要符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它不能够是天然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们人类的自然界天然的东西 可以被人去注册的 专利的 那会很大事 专利之后 只是他用得 其他人也不能用得 所以自然界的自然存在的东西 是不能专利的 好了 那就是说 它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呢 是自然界找不到的东西 自然界不自然存在的东西 我们用这些物质 自然界没有出现的东西 是人为的 无中生有的 法学物质 是来到医病的 好了 你觉得这些物质 不是你身体的 成分的一部分 从来不是 创造你身体的 制造你身体的物质 有没有可能 它会令你健康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说 你认识的朋友 家人或者有哪个人 是有慢性的病 例如糖尿病 高血病 慢性的病 这类的东西 是用一些西约 最终是根治医好了 是没有的 是完全没有的 其实这些药是做什么呢 当然这些药是有作用的 它不会说没有作用 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这些作用是一种毒药的作用 毒物的作用 例如它读到你的体温跌 那你便便是除消药 如果它令到你血压跌 那便是血压药 它令到你不痛的 没有痛的感觉 那便是止痛药 令到你没有知觉 那便麻醉药 当然这些化学药物是有作用的 是有作用的 但这些作用只不过是短暂 改变你的身体的感觉 当然这些是作用 但这个作用是你的症状根果的作用 不是你的健康的作用 当然了 譬如你开刀 要用这些药 令到你止痛 令到你没有知觉 但你可否用很久 几个小时后 手术完整 便要停止用药 那就是说 化学药 当然可以在急药 必药的时候 可以短暂用 但你不可能长期依赖它 而希望 希望它有一天 令到你本身的健康更加好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通常是第一件事 我病人 我通常是第一次 我有时间 我通常讲了这个概念 因为如果你的概念不清晰 你很难会健康你 ok 接着我便解释给你听 概念正确 你才可以走一条正路 我们叫健康之道 健康之道 当然越早走越好 不要你接近死亡才开始 不要你要换神 器官要换 你才开始去搞健康 当然这个道是长期走的 越走越好 是不需要停顿的 好了 这条路我便解释给你听 健康之道是你走的 我不会帮你走 我也不会背你走 但我的责任是指导你 不要走错路 不要走错方向 通常在一个过程中 医生的责任是一个导师 教他如何走一条正路 当然这条路是崎嶇的 有高高低低的 所以我们的病人 绝大部分都是慢性病的 他们没有什么简单单症 感冒的病都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网台已经教了 所以大家听我们的几百集 简单直接的了当治疗方法 我都尽量一早就介绍给大家 以及我一直强调 大家如果能够在家里 具备了一套的疗疗疗疗 我现在最大的那套 有300只 300只 基本是我的过程里面的 主要疗疗疗疗 但当然简单一点 有124只 还有一本书 介绍这144只 平时应用的问题 不太复杂 大家都有机会把握 这是我们一向的做法 我还很记得 初初认识袁医生的时候 刚才提到西医所用的 PATENT专利药物 有一定功效 但是你不可以长时间吃 譬如如袁医生解释过 举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你的手指 被柜桶夹住了 很痛很痛 那你最快 你当然把手指拿出来 再看看有没有伤痕去处理 你不是说很痛很痛 你就猛去吃止痛药 你不把手指拿出来 你猛去吃止痛药 也不会有一个 只是当时即时 可能麻木了你的神经 但是最终你的手指 你不把手指拿出来 你都在一边夹住 你都一定会是痛的 难道你一辈子吃 难道你一辈子吃 难道你一辈子吃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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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配合了 如刚本院医师所说的 有些人在老人之家里看到 原来很多真真正正正长寿的老人家 用一些最低的 甚至不会长期依赖药物生存 这些生活才能达到长寿之度 通常刚才说过 健康之度是很崎嶇的 但是大家不需要担心 永远你走得比 你永远不踏足到健康之度上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本书 这本书已经在我们陆创意健康店上上架 有得发售 如果大家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刚才袁医生提及过 我们配备了的同类疗剂套装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欢迎大家打电话到陆创意健康店查询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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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